好 谢谢和平先生的介绍 说完了外交 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的经济问题 近期我们在和一些经济学者和一些专业人士 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的时候 就发现有个特别明显的趋势 就是看他是在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角度 以哪一种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形式 如果是在一个美国 一所院校受过教育的这样一位分析人士 往往会以凯恩斯市的刺激观点 来看待中国的情况 认为像中国现在遇到了这样的经济萎靡 就需要强力的刺激措施 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 认为经济都这样了 政府不出手相救 就像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了 你不给他打麻药硬要上刀 让他承受更多的痛苦 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中国受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位经济学者 他往往就会把整个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 他认为呀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瘾君子 要戒毒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不管是戒烟还是戒酒 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如果你以这种刺激性的措施 进一步去满足你所需要的这一种暂时性的快感 可能会让你的问题越激越深 那么这里这个瘾是什么瘾呢 就是债务之瘾 我们也知道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 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驱动的 这样的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也给中国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但是也积累下了很多的问题 因此在这一些在中国这个系统内受过教育的 这样的一些经济学者都认为 如果现在采取这种大力刺激的模式 可能会让中国再次进入不可持续高债务发展的此循环 这个问题如果您今天看了中国简报 就会看到大家非常欣赏的专业经济分析人士 李卫军的有关的分析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一种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 那么李卫军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现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 他就指出啊过去中国实际上是吃尽了叫做追赶式的红利 什么叫追赶式的红利呢 就是西方的企业已经发明了前期的技术流程 西方的国家已经赶在了创新的前沿 而中国相对创新前沿的这一些国家和企业和生产能力相比 中国的成本上是有优势的 因此在追赶过程中 既可以借用先人已经制成的技术进行模仿 不需要重新创新 第二呢又是可以利用自己的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 吸引资金流入和企业内住 因此说白了 中国实际上是踩着先人的东风 可以说较快地进行了一段时间高速的发展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接近创新前沿 可通过模仿而实现高增长的空间是越来越有限了 而在过去几十年高增长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了 因此李维军分析 这才是中国出现结构性放缓的真正的原因 在此外我们再看到中国近期 由于人口的结构的老龄化产生的问题 由于美国的关系恶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更加剧了中国本身的经济困境 那么针对中国现在所出现的结构性放缓以及内忧外患 到底经济如何走出这一条困顿之路呢 李维军先生也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和理解 大家可以在中国简报中得到有关的启示 特别推荐给大家这一篇独家洞察 说到经济问题 近期还有一本书引起了我的关注 这就是预定在本月出版的来自李道奎先生的一本英文书 叫做中国的世界观 说来有趣啊 这个李道奎先生的名字叫做David Lee 他既为中国的领导层提供经济学上的建议 同时在经济学界也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学者 目前的是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那么在针对这一本书来自彭博士的采访中 记者就问及了他书中的一些观点 其中有一些观点可能让我们听起来比较的刺耳 比如说他认为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一些言论审查和限制 是家长对于儿童的态度 要管好儿童不能去看那些不健康的内容 那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社会 你可能觉得不喜欢有这样家长式的政府的管控 但是这一本书啊 在中国估计肯定是不允许出版的 因为在这一本书中 他也对中国领导层提出了相当犀利的批评 比如他就在书中表示 中国的领导层啊 其实不像外界很多人看来的 似乎是自信满满 认为世界命运掌握在我手中 相反他们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的不安 更加的焦虑也更加的偏执 哎 革命先生我想请问你啊 在看到李道奎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之前 你是不是同意他这个判断 就是中国的领导人 有的时候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自信 其实他们可能有一种更加深刻的不安感 对 这个判断呢 是这个书里面的真正的这种焦点 因为李道奎先生李道奎教授啊 他本身的身份就有点暧昧不清楚 他到底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幕僚 还是个独立的经济学家 那么在中国吧 独立的经济学家就骂政府为多 对吧 他呢 似乎是有一点试图解释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 但是似乎又不承认呢 好像他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解释者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中国应该有一些经济学家 是为政府政策来进行某一些专业上的解释的 中国没有这么一个空间 那么呢 要么你就是纯粹是讲政府好话 要么呢 你就是纯粹的是反对政府 其实这两种事情呢 都比较偏颇一点 那么这个中间的事情比较少 那李肇奎似乎想办以中间的这么一种角色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跑到中南海去讲课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大概看了这本书叫中国人的世界观吧 对吧 那么这本书的一些主要提要的 看来最精彩的一点 就是讲中国领导人的焦虑感 中国人的困惑感 现在中国出很多问题变得这么粗暴 变得这么那么紧张 就是因为这种焦虑感造成的 第一 习近平就觉得了 他的时间不多了 对吧 他不管是二十年还是十年 那要解决中国积累起来的这么多的问题 那么似乎就是现在习近平的问题所在 他的焦虑感太多 他似乎想建立一个呢 他下台之后 一个文明的 一个法治的 一个现代化的 又有中国特典的 所有的进要又要进要又要进要又要 就要了很多东西 这就造成了习近平的整个的决策系统 他所有的领域都想发表讲话 所有的领域他都想搞得干干净净 按照他的意愿进行 这种思考的方式 决策的方式是不是对啊 那么也许要到习近平下台之后 我们才能进行这个评价 因为确实实实会大到增加他的交流感 他非常紧张 这种交流感造成的结果就是 现有的体制 现有的国民 现有的官僚体系 对吧 或者是现有的国际秩序 能不能配合他这么变革 能不能配合他这么决策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造成了冲突感觉越来越强 当冲突感觉越来越强的时候呢 交流感觉越强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也许几年之后 当这一次的经济危机 或者经济问题 这种度过去之后 他的自信心 才会恢复到真正的自信心 其实现在的这个交流感 不仅是来自于习近平本人 其实从上到下 现在都是惶恐不安 中国到底会怎么样 这是过去在胡锦涛时期 江泽民时期 郑小平时期是非常大的不同的一点 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介绍 那么这一本书 其中呢 为提前跟大家透露 不仅是有关于中国领导层焦虑感的相关的描述 那李道辉先生还详细介绍了 他参与习近平在的会议上 看到中国领导层所表达的一些观点 包括他对于现在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真正危险在什么地方 还有他对于中国的外交官的理解等等等等 在今天下午我们要为大家录制 并且提前为会员会员朋友们放出的这一期思想先驱暴震 我会更详细的为大家介绍李道辉先生这一本书中的一些观点 不过说到有关于中国的世界观 大家可能还想到的就是中国的宣传啊 中国为什么如此难让人理解呢 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己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我今天注意到非常有趣的一点啊 就是来自CNN的一位高管 现在在中国的国庭媒体新华社进行视察 也不叫视察吧 进行参观访问 有可能会和新华社展开媒体方面的合作 当然具体是以什么样的方面的合作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大家看到现在在整个画面最右方的这一位呢 是这个CNN战略发展部门的主管 而他所参观的正是新华社的办公室 这一张照片呢是由新华社的一位记者 在推设上面率先发出的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CNN到底怎么和新华社合作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一些国营媒体在运营方面呀 可能会借鉴西方一些专业媒体的操纵手法 至少在观感上体现一个国家媒体的某一些媒体化的特征 这一点是不是有可能在未来会出现某一种改变啊 如果是别的一家媒体访问新华社啊 我还觉得可以有一点预期 CNN已经是一个 从这个什么沙漠风暴以来 对吧那个时候达到一种高峰 甚至在中国的时候有过海南岛类似的中美的撞击事件的那种窃取的表现 那个时候利用这个非微信系统好像也是网络系统来传播这个消息 传播信息在今天我们看起来是很正常的行为 CNN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这种贡献 但是我早几年去CNN的这个总部啊 看到那种萧条的景象啊 真的是很心寒啊 就是感觉到很心寒 CNN这种模式已经是一种故事的模式了 已经呢很难去接触这种东西 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已经是24小时 CNN现在呢还没有从旧有的概念里面走出来 我现在看不出来CNN有什么做法 能够挽救自己 中国能不能帮助他有一点挽救我不知道 这个人有多大的权力来改变这一点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李奇博士是很敏据的 因为为什么 这是中国似乎在重新布局对外的宣传的体系 我们知道中共对外的宣传体系有出名招聚的大外宣 现在在网上谁要诬陷谁 就说别人是大外宣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外宣出名招聚 那么大外宣每年花这么多钱 实际上收到了非常相反的效果 我觉得呢妖魔化中国肯定是事实的 但是中国是妖魔它也是事实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中国自己也不是妖魔 你这么多的西方记者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在中国访问 你首先能不能让他们有采访的自由 你说这些记者是不是每个都是好人 我们怎么能打包票呢 很多的记者他就是大多偏见来的 记者不大偏见来他就没什么好报道了 你以为每个记者都在开关报道你嘛 那不可能的嘛 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嘛 记者就是要找到新闻的敏感点 但是问题是你这样打压记者 你阻止记者 让记者更不了解真相 反而就中国形象变得更加丑陋 第二个是呢 中国政府呢它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就是说跟西方的媒体进行专项的合作 比如说跟BBC 或者是美国什么电视台 我就让你呢 我们合作 让你完全按照你的专业标准来报道 比如说今天的西藏 新疆 或者是广东 或者是东北 比如说哈尔滨 这个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 不能按照新华社啊 或者是中央电视台那种标准来 完全由西方的标准来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或者是训练部门呢 也可以看到西方已有的专业操作水准到底是怎么回事 西方的这个报道现在也是大有问题 但是西方的报道里面有一部分是非常优秀的 就是他们的专题 他们的比较深入的一些报道 他们是花很大的功夫 虽然现在媒体也没钱 但是呢这下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好的品质 但是光是靠新闻本身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你说中国外交部开个记者会 只会外交部发言人讲人话 对吧那马上人话就传出去了 那很显然你要外交部发言人讲人话 那是等于是一个东天都难的事情 所以如果在这个某一些专项上面进行合作 也许是中共让自己的形象更好澄清的一种方式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在中国自己 中国还是应该办几个呢 像样一样的国有媒体 国有媒体并不是说所有的国有媒体都是很差的 对吧 你像英国的BBC和很多的国家的公共电视 不是政府的好事 政府的好事是没有价值的 就是真正的由国家资本进入 但是按照专业操作的一个媒体 就像李奇博士讲的大马席的模式 其实不仅是大马席的模式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相当有品质的 但是它的品质的背后是这个资金 对吧然后很多的国家有公共电视台 我们都应该知道 每个国家最有品质的电视台 其实就是公共电视台 美国这边是NPR这样的电视台 这样的广播台 在英国这边包括BBC品质都相当的不错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 发了这一张图的 就是照片中的这位女记者 她说呀 说这一位CNN的战略合作国际主管 在看的是什么呢 是看的他们制作的一部106分钟的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中国市长 主要讲的是中国的地方官员 他们在处理地方问题时候的一些政策和特点 那不知道这是不是某一种暗示 是不是CNN有可能会和CCTV在中国联合拍摄某一些作品 现在我们还完全不知道 但是这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效果